早就表态笃定 参选2024的柯文哲 靠着狂骂民进党民调上涨 但此刻语出惊人 这么讲 民调政好时为何突然这么讲 名嘴说柯文哲连征召选区立委的人都找不到 他心是肚明根本无法治天下 他光是阻隔就会困难重重 因为他势必要跟蓝绿借助人才 他就是且战且走 柯文哲显然现在正在代价而沽 有人炮红柯文哲就是政治投机客 现在大谈重启服帽 还说过去反对只是担心有黑箱 但看看这画面 他当时和蔡英文苏贞昌等人 一起手牵手力挺太阳花占领立法院 听清楚他当时痛骂的是服帽不是黑箱 以前马政府不是说ECFA以后 我们叫什么国民经济会成长 结果呢 我没看到 这就是因为政府已经私讯移民了 服务贸易协定 老百姓第一个反应就是不信任 过去看不起马政府签订ECFA更不看好服帽 如今反过来呛蔡英文不该反对ECFA 侯友宜这么讲 民进党以及哥主席 都跟太王花人杰在一起 一起反对文化 大家又要说 同时文化 不要解释了 变来变来 以前讲的行为现在 都没有办法 蓝军有人建议该蓝白河 但摊开九合一得票率 国民党压倒性拿下五百七十六万多票 民进党则是四百七十七万多票 反观民众党只拿下五十三万票 民嘴说根本别再想靠柯和郭 国民党有决心就能打胜仗 怎么会一天到晚在想蓝白河呢 那你九合一怎么赢的呢 不就是在没有郭台铭 没有柯文哲的情况下 你还是可以赢啊 好像今天国民党要执政 缺不了柯文哲 没有柯文哲不行 那难怪柯文哲一直水涨船高马 选举瞬息万变 有人前后主张更是差很大 自己若不力途振作 找谁合作恐怕结果都一样